这是犹太教月份和四福音中的节期 那这些月份和节期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如月节和住棚节 这样就可以判断到 圣经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月份 我在经文下面顺次序里有写出来的 首先就是犹太人的月份 第一个是离散月 我逐个不逐个不说 大家一月三四数下去就看得到 你就看到一月就有如如节 然后二月就有保如月节 什么叫保如月节? 就是那些人不潔淨 没有守到如月节 或者是去了外地 搜不到如节 他就可以补回 在二月十四日就可以补回如节 然后七七节是五秦节 这个是第三月 然后七月就有 吹葛节、熟罪日、住棚节和严宿会 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到住棚节 圣经里面有说到住棚节 圣经里面有说到住棚节 这个节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 那天其实是住棚节 因为大家可以 那天后一天就会看得到的 然后在九月就有修电节 就是在麦卡比的时候 他们将那天修理 重建的时候 但是那天就不像后来的重建那么伟大的 那是有一个修电节 好意节 好意节就是记念当时 在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时辰 如何保守 OK 那下面就讲到详细了 润年才有第一个亚达月 一般将第二亚达月称为亚达月 亚达月就是有 你看到就有个第一亚达月 第二亚达月的 那怎样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有第一亚达月呢 就是有云年的时候就多一个月 就是好像农历 农历有时候多一个月的嘛 那就会有第一亚达月 通常第二亚达月就称为亚达月 那如节就是纪念 神曾经拯救他们 他们就杀一只羊羔 然后将血抹在这个门眉 门康上面的 这个就是余节 而他七日要吃无酵饼 所以又称为无酵节 那在耶稣的时候 然后有三 其实四次讲到余节 第一次是他孩童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去圣殿的时候 那时候是余节 然后约翰风音是记载了三次的余节 第一次是什么经文 然后第二次就是约翰风音六章四节 然后耶稣被钉那次就是最多记载的了 然后是住牌节 就是纪念神曾经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住在抗野 没有固定的地方 也代表在世上没有永久的住处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住牌节 让他们纪念 曾经他们住牌神拯救他们 还有修电节 就是曾经有当时他们献电 修电和献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